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猜错 你果然还通报消息 你的易容术还不错 不过怎么易容 我们就有办法向真命母还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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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押下去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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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嗯 是不是太过偏执了 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王朝 你看看 现在大江南北 却都乱成一片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这说明革命尚需努力 你们走错路了 时局乱是我们的责任吗 你们军阀各自为战 争逐地盘 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白局长 白局长 你让我负责这个案子 为什么抓了药犯 不让我审讯 这个我有安排 那这案子我以后还查不查了 这个嘛 我会另外有安排 有安排 有安排 这是天津警察局的审讯室 警察一个不让进 辫子军倒在里面 药物扬威的 这叫什么事 常友 你看年轻气盛 那个女的你没抓住 咱们底气不硬吧 好了 你先歇着 我自由安排 不是 白局长 行了 我自由安排 哥 那你说 我们应该走什么路 我们也在思索中国的未来 齐老师 死地制非彼地制 如果中国没有皇帝 就是一盘散沙 皇室如果没有约束 就会封闭自闭 这是斡外非 还 Hollow 那我行走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恢复地质 君主立宪 历史是不容许倒退的 历史不可以倒退 但可以调和 我说过 历史是一个循环 今天弱 明天盛 现在中国这么弱 我希望 我们可以为中国的未来 做出一番有意的事 中国要走什么路 我可能真的不知道 但绝对不能走回头路 看看你们这些辫子兵 头上粘着假辫子 简直是自欺欺人 掩耳盗铃 你们这样 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那什么道理才能让你信服 我告诉你 你口中的君主立宪的国家 正是侵略我们祖国的国家 你信奉他们 就等如鱼虎毛皮 哥 那帮辫子兵是啥路数啊 辫子兵是大军阀将军的人 听说他们的辫子都是粘上去的 看着虽然可笑 可是都是些穷凶极恶的杀人机器 据说他们进了北京 想要干点什么大事 他们是兵 我们是警 如果他们进了北京 那咱们就没有办答案立大功的机会了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那你担心什么 那你担心什么 算什么说 我回去吧 走 你最近好像谁是秘密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 我的秘密就是 秘密 我说你简直不分黑白 简直是冥顽不灵 世间万物敌春仇 何相苍鸣亦苦休 四万万人齐相类 天涯何处是神州 你是当权者 你怎能明白我们老百姓的心思 又怎能明白我们的担忧 好 我不再给你纠缠在世子上面 如果你认为 告诉我玉玺在哪儿 会犹如你的尊业的话 那你跟我说 这种事怎么解释 我早就说过 历史不容倒退 你还这么嘴硬是不是 敬酒之之伐酒 来人 是 有用火星 是 革命大 真是硬 这种人如果不铲除 对皇上是极大的威胁 苏将军 少安勿躁 我们总有办法叫他招出来的 这盘龙玉玺 只不过是个器物 就算没有 盖复辟还是得复辟啊 将军何必太过纠结呢 书现在是民国 但所有中国人 又有谁分得出 什么时候 什么是共和 什么是地质 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面 天子就是根深蒂固的根源 盘龙玉玺 象征着皇权天命 皇上掌握的 就等于掌握着民心 好 将军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呢 撬开齐火龙的嘴 继续围捕那个逃掉的女子 报告 来 这个尚伦续围捕 白局长 董啊山给您带过来了 知道了 下去吧 白局长 你叫这个流氓了干什么 剑术有套路 有时候也需要走走偏锋吧 都是一路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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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感谢观看